好的危机要慢慢的下 好的生活里就要欣喜品味 不要着急把期盼下满 也不要匆忙的走人生之路 能感受善之美的人 不一定要住在山中 能体会水之美的人 不一定要住在水旁 能行到像鸭球的人 不一定要说我想鸭球 只要心中有山有水 有像鸭球也就够了 因为最美的事物 永远是在心中 而不是在眼里 好的围棋要慢慢的下 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品味 不要着急把期盘下满 也不要匆忙的走人生之路 能感受善之美的人 不一定要住在山中 能体会水之妹的人 不一定要住在水旁 能欣赏像鸭球的人 不一定要手握像鸭球 只要心中有山有水 有像鸭球也就够了 因为最美的事物 永远是在心中 不是在眼里 好的围棋要慢慢的下 好的生活历程要细细 品味不要着急把席团下满 也不要匆忙的走人生之路 能感受善之美的人 不一定要住在山中 能体会水之妹的人 不一定要住在水旁 能欣赏像鸭球的人 不一定要手握像鸭球 只要心中有山有水 有像鸭球也就够了 因为最美的事物 永远是在心中 不是在眼里 下满的围棋 来自林青玄散文集